去医院看病如何完成一次高效的就诊看病 说到这儿呢我给大家提三点意见 希望大家做好这三点 让自己这一次看病都能高效的让医生来给你解决问题 在日常生活中啊 好多人去医院看病啥都不带 去了之后就是我怎么怎么不舒服 你说我是什么病 这时候很多情况下 医生不能简单的说出来咱是什么疾病 那么我们应该做好哪些工作 才能让我们这一次就诊看病 高效甚至更多的解决临床问题呢 我给大家提三点意见 第一点大家最好把你这些年啊 各种检查报告 包括住院的一些病例都带齐 拿给医生看医生看更全的资料 才能对你疾病有更深的了解 才能做出更准确的判断 我说到这儿好多朋友肯定会说 我拿了啊他也不看 这种情况下相对少 张大夫见到的尤其是北京的这些知名的医生 顶级的医生多数都会详细看患者带来的这些报告 通过这些报告呢得出一个初步的印象 所以说我建议大家还是要带全你的检查资料 第二点呢 我建议大家有些病例要自己近期做相关的检查 带一些近期检查过的这个报告带着过去看 你比如说我要打个比方 这个人血脂高 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高 心脑血管疾病患者等等都需要控制低密度脂蛋白 正在吃他定类降脂药 你要定期找医生复诊 你是不是要查一查血脂肝功能基酸基美 这个时候呢 我们要看看降脂药的正作用副作用 正作用怎么样 好不好达美达标 副作用出没出现严不严重 所以说呢 张大夫建议 对于这些这一类的患者来说 最好有一个近期的检查报告 近期的要带好 一般来说呢 一个月之内的检查报告可能更有意义 当然不同的疾病检查的项目不同 都是另当别论的 第三个意见呢 就是建议身边有年轻人陪同 我在临床当中 接触太多老年人自己看病 无论是网上找我问诊 还是现实中到医院里来 到我真实里来看病 给人的感受呢 就是如果老人自己来 有的时候老人的理解力跟不上 同时记不住 咱别说老年人 好多人50岁往后 甚至40多岁的人就出现这种情况 所以说在这特意提醒 那些上了岁数老年人看病 如果说记忆力不太好 理解力不太好 一定要有年轻人 尤其是孩子们要跟着 这样的话呢 有一个年轻人在身边 好理解 理解大夫说的话更准确 同时后头也记得住 当然网络问诊也是一样的 如果一些老年人想找张大夫进行网络问诊 我觉得最好你身边有年轻人 这样的话呢 便于理解便于记忆 减少这种出现其他这个理解不到位的情况 希望我今天的介绍呢 能帮到大家 尤其是呢 现在在手机前面有好多朋友啊 对于这个就诊看病好多情况啊 他可能去的少 理解的不多 这个时候希望大家把我今天说的这三点做到 这样的话 一般的都能让咱这一次就诊看病 能够达到一个更高效 避免一次低效的你说挂个号不容易 去了没有解决太多实质问题 这样的话也让人觉得特别的沮丧 希望我今天的介绍呢 能够帮到大家 如果大家觉得好 可以转发给身边的亲朋好友 如果大家想看更多这方面的知识 你可以点视频下方的这个专栏 大家点进去自己看看 里头有很多类似的知识的介绍 都是我自己录的长视频 相信一定能帮到你 好了今天说到这了 关注健康 关注心理科医生 张智英大夫